世界杯德国vs韩国比赛前瞻,战车碾碎太吉虎!期待克罗斯完美表现! 各个小组的出现形式都已经逐渐明朗,但唯独F组列外,两连胜的墨西哥没有确保出现,两连败的韩国队也还没彻底出局。 一胜一负的德国队和瑞典队仍在为16强而努力,局势非常胶着。 未免冠军德国队对阵韩国队,两队将未出现名额展开生死一搏。近期表现! 德国队,最近10场比赛,4胜3平3负,在结束始域赛之后,他们一度连续5场不胜。 小组赛中,他们首战0至1不敌墨西哥,4战凭借最后一分钟克罗斯的绝杀才死里逃生拿到3分。 值得一提的是,他们上次0封对手还是2017年11月10日对英格兰时,最近7场比赛,他们均有丢球。 韩国队,最近10场比赛,韩国队2胜2平6负,最近5场比赛更是1平4负,小组赛中,他们首战0至1不敌瑞典,4战1至2不敌墨西哥,以0分小组垫底。 比赛看点,伤员,停赛,人员不整的德国队更需要克罗斯站出来。 上场和瑞典队的比赛对德国队造成了不小的损失,中场大将鲁迪被撞断了鼻梁,主力中卫伯阿腾吃到两张黄牌被红牌罚下,打进扳平球的边风罗伊斯也在比赛中拉伤了大腿。 据德国媒体报道,鲁迪和罗伊斯都可能缺席和韩国队的比赛。 后防和中场都缺少主力,实力受损的德国队如果想拿下韩国队并不容易,何况还要净胜两球。 每支球队都需要有球星在关键时刻站出来。 比如葡萄牙队有C罗,阿根廷队有梅西,比利时队有卢卡库等等,那么德国队的杀手锏并不是维尔纳或者穆勒,而是托尼,克罗斯,托尼,克罗斯是黄马欧关三连贯阵容中场的基石, 与莫德里奇作为双核共同启动银河战舰征服欧洲各大豪门球队。 需要进球的德国队如何布阵?勒夫再次孤注一致。 勒夫将阵型变为三中位,其中的人员搭配也很有意思,吕迪格居中,他的左侧是克罗斯,右侧是伯阿腾。 事实上,德国队在进攻时候场只有吕迪格一个人在防守,克罗斯以及伯阿腾都要前插进一步给予进攻支援。 勒夫用实名球员去压制瑞典,这是非常极端的进攻方案,但在当时的情况下,似乎也没有比这更好的了。 太极虎被水一战。 两战皆负的韩国队虽然不能掌握自身命运,但只要大胜德国,他们仍有微弱希望晋级16强,这会让他们在最后一轮拼进全力。 该队之中,效力于英超热四队的孙兴敏无疑是他们的希望所在,对墨西哥时,孙兴敏曾打入一季精彩的世界波。 不过,韩国队必须小心他们的犯规数,前两场比赛,他们犯规次数高达47次,位列32强之首,若是对德国时把握不好尺度,一旦出现红牌或点球,那他们将会为此付出沉重代价。 对他们来说,另一个糟糕的消息是,队长纪承庸对阵瑞典时受伤,将无援与德国的生死战。 比赛分析 很显然,韩国队很难和德国队拼控球,不出意外将摆大巴应战,以防守反击为主要的战术思路。 那么,将考验德国队破密集防守的能力。 德国队的问题在于前场并没有一个真正的得分手,而有伤的罗伊斯也不确定能不能首发出场,这也增加了比赛的不确定性。 阿根廷在今天凌晨的比赛中幸运积极,既有自身的努力也有克罗地亚的助攻。 那么对于德国队而言,会不会有所启示呢? 所谓大难不死,必有后福,克罗斯在第94分中绝杀将德国队从悬崖边拉了回来,这一次德国队后面到底是服是货。 让我们一起拭目以待吧。 比分阅测。 韩国vs德国比分预测0比3。 两队可说是实力悬殊。 尽管德国首战出师不利,韩国想要取胜,难度还是很大的,本场看好韩国被德国大比分击败。 我不会。